这期呢跟大家分享这个六种帝王之相啊 能文能武 有钱有权 天生做大事得了 如果是有困惑可以看视频上问天下师傅 第一个呢是耳大福厚 耳为甚至外翘啊 代表一个人的福源 寿命和财运 能够看出一个人的贵人运 和化解危机的能力 耳朵厚大的人一般呢 智商比较高 思维缜密 为人处事方面也非常的有胸襟和气度 包容之心比较强 善于团结身边的人 做事呢非常的厚道 内心呢稳重大方 而且呢志向高远 处事果断 不论多难的事情啊 都能够从容面对 定力很强啊 不容易动摇 往往能够得到周围人的敬重和幸福 得到贵人的帮扶 一生啊 福气和财气啊 非常的厚重 第二个呢是眉毛位置比较高 我们说这个正所谓一将功成万古枯啊 如果是想要成就一番大事啊 成为王者 那身上必须要有那种杀伐果断的这种帝王之气 啊 美股呢 是代表一个人的性情和处事的态度 一般来说呢 美股比较高的人呢 大多数很有胆识和魄力 敢闯敢干 敢想敢干 也很有锐气啊 既有向上抗争的勇气 也有勇往直前的胆气啊 和不怕失败的这种好气啊 即使暂时陷入到困苦和贫穷当中呢 也能够白手起瞎翻身啊 有着很强的统治力 很有威严 也能够通过自身的霸气啊 征服他人 让他人呢 甘心受之驱使啊 也有威震四方的雄心啊 这些都是要成大事者 不可少的 不可缺少的这种品质 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神清气足啊 一个人的外貌是一个人精气神的这种外相啊 通过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啊 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做事态度 如果一个人整天看上去精神恍惚啊 双目呆滞无神啊 那么这种大多数啊 不思进取 没有志向 整天浑浑噩噩 做什么事情都很难专心啊 既是有心帮扶啊 也难成大事 如果是一个人的神清气足啊 目光这个露锋芒啊 这个非常的精神绝朔啊 这种人的大多数呢 头脑聪慧 做事积极 精力十分的充沛 无形当中呢 会散发出一种威仪之感 做事呢 干脆利落 很有魄力 有主见 有很强的领导力 能够克服身边出现的各种困难啊 有着很强的凝聚力 早晚是必成大气 那么第四个呢 是剑煤凤木啊 所谓剑煤凤木啊 就是古代讲啊 这个我们放在古代来讲是这个 这个以武力争天下啊 所以要在乱世为王啊 除了个人能力以外呢 肯定是要文武双全的 眉毛在相学当中呢 也是饱受功啊 代表着一个人的寿命气数 也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和脾气 所以眉毛在五官当中呢 称为礼仪之官 如果人有一个人呢 长有这个剑煤啊 这个刀剑的剑啊 眉尾上扬啊 那么这种呢 看上去啊 比较凶啊 比较有气场 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 这种人的大多数性格呢 是比较刚直的 整个人看上去非常的有气势 做事呢 不畏困难 如果再配上一双凤木的话 则勇猛之鱼啊 不乏智慧 头脑睿智 能闻能武啊 必有一番作为 这是剑煤凤木 那么 第六个呢 是这个双眼呢 炯炯有神啊 黑白分明啊 那么眼神 眼睛呢 跪在神韵呢 跪在神韵 如果是一个人的眼神呢 刚才讲的 这个比较浑浊啊 就容易意识出现低迷啊 容易识人不明 根据一个人眼神的变化 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心态的变化 如果是一个人的眼睛啊 长得炯炯有神 黑白分明的话 那么这种人呢 大多数头脑聪明 反应比较快 变通能力也比较强 处事非常的灵活 善于处理身边的人际关系 在相语当中呢 眼为君呢 眉为尘 眼睛有神的话 一般呢 这个坚韧有毅力 做事呢 坚持 能够坚持 洞察力非常强 而且呢 双目显微啊 双目显微 有着很强的驾驭能力 一个人眼神呢 能够显出自己的威严 管理能力也非常的强 能够成为一个出色的领导者 以上呢 就是六种啊 能够能文能武啊 有地往上的这种面向特点